我想成为一个人,也想让别人看我是一个人,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我知道人家看不见我。 相信大家都在网上看到了向左疑似陷入了感情的风波。 有两位不知名的网友拍到了向左出轨的视频,并且表示,向左与朋友一同聚会。 聚会结束后,他疑似携带一名女性,进入了与郭碧婷的婚房内,并且一夜未出。 而此时这一时间内,正是郭碧婷二胎,孩子出生不久的日子。 甚至郭碧婷还在哺乳期。 网上对向左报出来这一消息后,向左的妈妈立即出来澄清。 该女子是向左的一位姐姐,并没有像网上所说的那样向左已经出轨。 并且向左与郭碧婷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两人还是恩爱的小夫妻。 对于向左出轨的这一消息,很多人甚至把当天的视频发布到了网上。 视频显示向左出现在北京某酒店的门前。 此时,他与朋友一同在酒店聚餐。 聚餐结束后,他走到了门口等待一位穿白衣服的女子。 这位女子下车以后走路亮亮呛呛地,明显看起来是喝了很多的酒。 于是,两人在酒店门口会合后,进入了向左与郭碧婷的婚房内,并且一夜未出。 对于这段视频的曝光,很多人都觉得向左出轨的事实已经确凿了。 认为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再有反转的机会了。 毕竟事实已经摆在他的面前。 难道他还能不承认? 不过有句话说得好皇上不及太奸及。 向左当时还没有出来回应。 他的母亲便为此着急了。 对于向左与白衣女子共处一室的消息。 到目前向左与郭碧婷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但是作为向左的母亲向太坐不住了。 亲自出来为儿子澄清。 毕竟在很多人心里都认为向左是一个风流成性的人。 对于出轨发生在他身上也不是那么难以置信的事情。 而且向左与郭碧婷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 还是要感谢向太的撮合。 很多网友都说郭碧婷是向太选中的儿媳。 向左疑似对母亲选中的妻子并没有那么满意。 随着向左与女子独自见面这一消息, 在网上迅速发酵。 很多人都认为,向左在妻子哺乳期间背叛了他。 于是网上对向左有很多辱骂的声音。 虽然到目前为止, 大家对于白衣女子的身份还不得而知。 但是对于向左的这一做法, 很多人表示难以接受。 向左已经是有妇之夫了。 那么就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特别是与其他女性的距离。 如果保持不好, 那么就很容易被人落下画饼。 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公众人物。 更是要给广大的粉丝带来正面影响。 如今就算向左没有出轨, 但视频爆出来以后对他也是百害无一利的。 就算事情真的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 他也百口莫辩。 但如果事实真的是像网友说的那样向左出轨了。 那么对于他的家庭以及妻子带来的伤害是不容小觑的。 更何况他的妻子现在还处在哺乳期内。 在此之后, 又有媒体爆出。 向左和一个女子的聊天记录。 还有视频的截图。 想必出轨是肯定坐实了。 但当事人都没有出来回应。 向左的两次丑闻热搜。 也再度把他和郭碧婷的婚姻推到了大众面前。 有关于两人感情之前有些小道消息。 向左私下在外面是非常活跃。 郭碧婷这三年不是在怀孕。 就是在怀孕的路上。 从认识到相亲。 再到求婚婚礼。 甚至是婚检。 他俩的结合可以说是观众们全程见证。 而郭碧婷身上的争议从他嫁入豪门之后更是没有停止过。 大众对于郭碧婷的悲悯之心。 也贯穿了他婚姻的始终。 像左郭碧婷这一对作为圈内知名的美光灯形夫妻。 可以说住在了各色节目和热搜上。 其中必须要提的节目当属最美的时光这档综艺。 正是在这档综艺里。 向太义眼相中了郭碧婷。 丝毫不掩饰对于他的喜爱,给我当女儿吗? 而媳妇也可以,真漂亮啊,不愧是四分之一的混血系统。 后来两人如他所愿恋爱,求婚,闪婚,生子。 每一步的最新动向,也都有向太亲自全网通告。 向太一直是儿子婚姻的发言人。 有人质疑向左郭碧婷办了婚礼没领证。 是合约情侣。 秀的都是假恩爱。 向太冲在第一线澄清,反黑。 对郭碧婷。 他开口,必是可爱的媳妇宝贝的媳妇乖乖媳妇。 喜爱之情易于言表。 才会有那么多爱儿媳无实物表演的名场面。 比如郭碧婷换发型要经过他同意。 说从妹逼郭碧婷生三胎。 生了孩子会奖励香奈和珠宝。 这个婆婆如同护载的母师。 一次次把儿媳护在身后。 向左本人近似隐形。 不得不让人怀疑。 郭碧婷嫁的是向太吧。 向太身为婆婆。 是儿子儿媳的代言人。 更是这个家庭的代言人。 永远冲在舆论的前方程。 受密集的炮火。 向太一直希望向左能像狮子一样。 勇猛有战斗力有领导力。 向左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但私下。 向左最爱的是法国摄影师Laurent Barthewks的作品。 Laurent热衷于拍摄非洲野生动物。 向左最爱的是象群的照片。 他收藏了几百张。 大象沉默。 庞大、素食、隐忍。 向左说,每只大象的眼睛都好像在哭,你说呢? 他的每一个想法在向太和向华强看来都是幼稚和不可取的。 他们反对,向左争取,双方熬到两败俱伤。 向左要进娱乐圈。 向太是最反对的人。 在这行三十多年。 他太清楚娱乐圈的名利场多容易让人心态失衡。 有风使劲翻,跟红彩白,强倒众人推,都是家常便饭。 既怕他有压力,又怕他不红,还怕他接受不了自己不红。 更怕别人说他红也是靠父母。 这一次,向左意外地坚持。 他要求从底层做起。 第一个有名字的角色,是电影《投名状》里的山匪。 拍摄时,刘德华李连杰京城武都叫他到房车里候场。 他坚持和群演一起蹲在山沟里吃盒饭。 有一场戏,向左的角色要被从楼梯上脱下来。 导演陈可欣建议用替身。 向左坚持要自己做。 结果,因为不懂保护自己。 他被脱下来后脸花了牙齿还掉了一颗。 更幽默地在后面。 陈可欣发现向左受伤,慌了,三位大他男主都慌了。 最终,他们一致推举李连杰打电话给向太说明情况。 向太发飙,骂了向左。 向左只是说,我不想让别人看不起。 25岁那年向左决定开始习武。 习武向来讲究童子宫。 但向左的身体早已定型。 他每天在香港郊区废弃的厂房接受训练。 从4小时到6小时。 最终,每天练8小时。 9个月后,他学会了后空翻。 练武第三年。 向左摔断了腿。 医生说要打6个月石膏。 向左四天后就拆了石膏。 之后,苦练8个月恢复以前的功力。 向太从来不去看向左训练。 我不要看,每天摔十几次,会心疼死。 向华强也不看。 但他约着杜琪峰每周检验向左的成果。 而且,不说好只说不好这种苛刻和狠。 是出生在像是这样的家族里想要做出成绩来的必经之路。 准备了整整6年。 向华强和向太魏向左投资了风神传奇。 强大的阵容,愣是不报。 媒体将这部戏和多年前成龙为了捧房祖明投资的千计辩相提并论。 将两个港圈太子爷扁到一文不值。 向左,向华强花了几个亿,请那么多大咖来捧你,你怎么看? 向左说,我从13,4岁就被骂,干什么都被骂,我已经习惯了。 更尴尬的是,电影上映后,原本号称要合作的那些人都消失了。 没有任何工作找他。 说起来,是,综艺爸爸去哪儿救了向左。 爸爸去哪儿似有三个实习爸爸,董立邓伦和向左。 向左带的孩子叫李一行,男孩,五岁。 观众发现向左是个温柔而严厉的人。 他和想象中像华强的儿子很不一样。 也是在爸爸去哪儿之后,有很多工作邀约找上来。 向左发现自己有了名字。 别人不再用向华强的儿子做每一次介绍他时的定语。 而父母也渐渐习惯不参与儿子的工作。 可能也是因为爸爸去哪儿的成功。 向左对上综艺很有好感。 对芒果也很信任。 他又接下了最美的时光。 邂逅了郭碧婷。 在郭碧婷之前,向左有七段恋爱。 他偏爱淑女。 有一任女友黄婉琪是有夫之妇。 向太妻道对外放话向左十年内不会结婚。 另一任和向左爱得痴缠的女友王秋子更是单亲妈妈。 有两岁多的女儿。 这年,郭碧婷35岁,比向左大几个月。 最近,向左出轨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 郭碧婷清空了涉媒。 向左一言不发。 向太一如既往的舞致上网。 随时回应剧情进展。 假的。 都是假的。 小编不懂,一直追求有自己名字的向左为何迟迟不回应? 这难道不是留下名字的最好机会吗? 说实话。 向左这件事很好处理。 如果真的没事的话。 只需要让向左本人发一条声明就可以了。 毕竟轻者自轻。 既然外界都是假消息。 一封声明信足以击碎谣言。 然而向左并没有这么做。 依旧躲在向太身后。 向左,沉默是今那一套不流行了。 真正好的感情不是一辈子风平浪静。 不发生任何争执。 而是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能够携手向前。 一起去解决和面对。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